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有机会继续来查考希伯来书 我们要从第七章来看 第七章来谈到耶稣基督他是照着麦基喜德的等次来当大祭司 我们从圣经来看的话 圣经所提到的祭司有三个来源 圣经所说的第一个祭司 至高神的祭司就是麦基喜德在《创世纪》的十四章所记载 他是一个外族人 在当时候的撒冷这个城 就是后来的耶路撒冷城来当王 他跟亚伯拉罕是同时代的 亚伯拉罕是被神所拣选的 那就表示说麦基喜德当时候 他并不是跟亚伯拉罕有血同血缘关系的 我们知道说从亚伯拉罕生的才是神所应许要成为他的选民的 所以在亚伯拉罕同时代的麦基喜德 他在迦南地的撒冷这个地方来当王 是城邦的王 他是一个历史的人物真实存在的 那个时候立位的自败都还没有出来 所以神就先拣选了麦基喜德这个外族人 来成为至高神的祭司 那第二个来源就是立位支派亚伦的后裔 所以亚伯拉罕是第一个大祭司 他的后裔来继续这个工作 但是这个亚伯拉罕是亚伯拉罕的第六代的子孙 所以亚伦当大祭司 他的后裔当大祭司都是在麦基喜德之后的 那这个是按着律法家族世袭的方式来承接祭司的工作 那第三类的祭司 旷世袭以来只有一个 因为以色列的百姓祭司都是从立位自派出来 但是耶稣基督他是犹大自派的 所以这一章要讲耶稣基督他并不是立位自派 所以他不是按着肉体的条例 不是按着律法的条例来当祭司 他是按照麦基喜德的等次来当大祭司 所以这是神的安排 另一位还没有出生以前 神已经预备了耶稣基督要向麦基喜德的等次来当大祭司 那这个意思是说主耶稣他当大祭司是超越亚伦的 不是按着肉体人间遗传的等次来当大祭司的 然后讲到主耶稣他的大祭司的职份是超越亚伦 用怎么来说呢?用怎么样来证明呢? 亚伦是亚伦是亚伦是亚伦的后裔 亚伦是亚伦是亚伦的后裔 那主耶稣按照麦基喜德的等次 所以亚伦是亚伦就代表他之后所有的他的后裔 来拿十分之一献给麦基喜德 这意味着亚伦是亚伦和所有的亚伦是亚伦 后裔给麦基喜德 包括后来利维斯派的人亚伦 那个时候都在亚伯拉罕的腰里头 在他的腰里头就是他的子孙带里头 以后要出生的 但是亚伦拉罕已经代表他们来现实文字语给麦基喜德 所以当然主耶稣当大祭司是超越亚伦的 那亚伦当大祭司他后来的每一代 因为死了所以有人承接 死了有人承接就是被死给拘禁限制 所以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就必须要无数的祭司大祭司来为他们赎罪献金 但是麦基喜德他无父无母 不知道他生什么时候死什么时候死 所以他是在生命的这个记载上 他是一种超越的故意的模糊不讲 然后就说他是长远当祭司的 那主耶稣他是不死的 复活他永远当大祭司 不像亚伦的后裔 一代传一代传一代 所以主耶稣当大祭司 超越亚伦的后裔 超越亚伦的后裔 那祭司 亚伦的章祭司 他要为百姓赎罪以前 要先为自己献祭赎罪 因为这些大祭司也会犯错也有过犯 但是主耶稣并没有罪 他不需要为自己来献祭赎罪 而且他只要一次献上自己 就成就了永远有功效的救赎 亚伦的后裔要献牛羊 斑鸠 鸽子为祭物来赎罪 但是主耶稣以他自己为祭物来献祭 无数处来比对耶稣只有一次 那这个就是第七章要讲的 那么重点说了以后我们来读圣经 我们来解释大家就会明白 那这样可以感到上八点半以前结束 因为大家都很累了 那我们就从第一节开始读 读就解释了 那首先从第一节到第三节是在介绍 介绍这个麦基喜德的身世 既然主耶稣是照着麦基喜德等式来当大祭司 那我们首先要了解麦基喜德何许人也 那我们看麦基喜德就是撒冷王 这个撒冷就是希伯来话的撒冷王 就是平安的意思 这是后来的耶路撒冷城 但是这是亚伯拉罕的时代 所以这个撒冷城都还是外族人 迦南地的人在居住的 但是他预表耶稣基督 他带给我们身心灵的平安 因为他也预表耶稣基督 是至高神的祭司 那这个地方说至高神那到底是谁呢 那我们从他接受了亚伯拉罕现十分之一 就可以知道说亚伯拉罕所拜的神 就是这边所说的至高神 所以从阿伯拉罕所给亚伯拉罕所 我们知道这个最高神的神 也代表耶稣基督 这个麦基喜德他当至高神的祭司 就是耶和华神来给他这个职份 所以亚伯拉罕所得到这个祭司 他就是至高无上的神 但是神拣选了住在撒冷这个王来作为祭司 那底下说本是长远为祭司的 他应该是永远为祭司的 有哈 英文圣经有吗? 永远有吗? 英文版的圣经有吗? 有一些英文版的圣经 他并没有显示出长远为祭司这句话 那小弟去查了以后呢 有一些英文版有写 有一些没有出来 那这意思是什么呢? 长远他原来的意思就是长长久久 是一直持续不断的 可是我们知道说他既然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人 他一定有生命的宗旨 那他当时候到底要服侍谁呢? 我们只能够看到说他接受的阿伯拉罕线十分之一 那其他也没有资料可以看 那我们也知道他不可能永远当祭司 可能只有一次性 不知道 但也不是活到永远 那这是为了要他能够成为耶稣基督 永远当祭司的这样的一个预表 所以他补上这句话 他的身世是隐秘 是一个奥秘 无可计考 所以他其实这句话 是要为耶稣基督长远成为祭司 永远为祭司 而补上这句话 那我们就谈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发现说 这个麦基祭德呢 他有两个职份 王又是祭司 那在我们的印象里面 旧位圣经从来没有一个王 他同时又是祭司 那也没有一个祭司 他同时又当王 那为什么 第一个 国王他是属于行政、军事、政治组织的领袖 那我们按照神设立祭司 跟军王他们的职份工作是分开的 军王要来带领百姓 组织、行政、各样的包括军事的行动的带领 那军王他要登记以前 他要为自己抄写一次 抄写一本律法书 就是说我登记以后 我要按照律法来带领我这个国家 那祭司呢他是神子系统 他是在神圣的事物 就是在礼拜的献祭 律法的教导上 他要执掌这些事物 那假如这个君王他有所违背律法 那这个祭司就要跟他提醒 你应该要怎么做 所以他是要分权的、分立的 如果一个王同时又是祭司 那这一把抓 那这都是固定的职权 固定的职权会使人腐败 你看看圣经里面 君王跟祭司固定的职权 常常是腐败的 分立分权 那分工合作呢 互相的提醒都还会出问题 那如果说同时这两个职权 都在一个人身上 那这个国家败外很快 那国王跟祭司可能同时都腐败啊 先知就应运而生 所以乱世出先知 越混乱的时代先知越多 你看亚阿王的时代 以色列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夜 以利亚当先知 不是只有那一个 没有像巴黎西西的还有七千 所以这个先知应运而生 因为他超然 他直接受命于神 他不是固定职权 不是父传子 他接受神呼召 他对神负责 所以他有超然的身份 他有超然的作为 那现在我们就讲祭司跟王 我们发现以色列历史上 王、君王跟祭司常常有紧张状态 你看扫罗常常做糊涂事 撒木偶就一直在旁边提醒他 那扫罗很讨厌撒木偶啊 你就发现他们有紧张状态 所以常常不能调和啊 那第二个当王又是祭司的 就是耶稣基督 其他没有 那我们看撒加利亚书第六章 撒加利亚书第六章 撒加利亚书六章 我们要从 我们看就直接来看 第九节好了 耶和华的话连到我说 你要从贝鲁之人中 取黑代、多比亚、耶大亚 这三个人从巴比伦回来 他有带了一些金银 那你今天要到耶稀亚的家里 那你要 今天就要去 神对撒加利亚先是说 今天就要去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参与 在巴比伦这些人 无法直接参与圣殿建造 可是他们把金银奉献回来 好 然后十一节 神说 撒加利亚那你取了这个金银以后 要做冠冕 这个冠冕是王冠 王冠 要戴在谁的头上呢 大祭司约苏雅的头上 王冠戴在祭司的头上 对他说 万军之约苏雅的日子说 看啊 那名为大卫苗义的 这个是指的耶稣基督了 这是称为所罗巴伯 那原来这个地方 要一讲的就是称为大卫苗义的 就是所罗巴伯 他当时候当神长 他要从本处长起来 就是从犹大师派出来 所罗巴伯就是犹大 就是大卫的后裔嘛 并且要建造耶和华的圣殿 所罗巴伯他当神长 带领百姓重建圣殿 可是这个地方他没有写所罗巴伯 他不能写所罗巴伯 所罗巴伯他只是分封的王 当时候是受制于波斯帝国 可是他就是暗指着所罗巴伯 那你是波斯帝国的殖民地 我叫你当神长 生长只是帝国中的一个分封 如果你当王称王的话 那个要砍头啊 不能写所罗巴伯 可是我们今天读圣经我们知道说 他主要的是要讲大卫守了巴伯的后裔 你那个当王又同时是当祭司的 就是耶稣基督啦 属耶稣他就是大卫的苗翼 从犹大师派出来的 耶稣要建造神属灵的殿 十三节 那耶稣基督 既然是预言耶稣基督 他要担负尊荣啊 建造神的殿又要担负尊荣 就是他有荣耀 升入高天有尊荣的祭司嘛 然后呢要坐在位上 坐在位上掌王权啊 然后又在位上做祭司 所以他从头到尾不能写所罗巴伯 可是当时候以那个历史的人物来讲 是所罗巴伯 那耶稣基督就是以所罗巴伯来预表 因为他是后裔 但是在那时候 这篇文章是提供所罗巴伯 而我们知道 他准备了耶稣基督 那好了 那既然 他因为这个地方 不能写所罗巴伯 所以用大祭司 约书亚他出来戴王冠 那祭司戴王冠没关系 如果圣长戴王冠 那砍头啊 很巧妙 这非常巧妙的 非常智慧灵巧的 避开了这个问题 那十三节最后一句话 是两职之间仇定和平 耶稣基督是王又是祭司 所以这两个职份 同时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 他就得到一个和谐 就是筹划 计划就成全了一个和谐 因为同样的身份 两个身份都同样在这个耶稣基督身上 那将王可以掌权 祭司也可以赎罪 那他的功能就能够发挥了 那所以麦基喜得预表耶稣基督 我们从这个 现在撒加利亚书这个经节 我们就可以得到印证了 耶稣基督要当王 要当大祭司 原来就是照着麦基喜得的等次来担任 让类似于扫罗跟扫木尔之间 那样的紧张状态 常常是处在一种敌对 当然是扫罗错了 这样的一种敌对状态 结果这两个职份在耶稣基督身上 调和功能可以完全发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 能够成为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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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翻译来 希伯来说第七章 我们回到希伯来说 我们回到希伯来说第七章 当第一节的吉亚 亚伯罗喊杀拜诸王回来的时候 就迎接他给他祝福 就是说麦基喜得来迎接亚伯拉罕 并且为亚伯拉罕祝福 那底下就会讲祝福 祝福从来是位分高的 来祝福位分低的 麦基喜得是至高神的祭司 他为亚伯拉罕祝福 所以他的位分是比亚伯拉罕高 那个时候另一位亚伯拉罕都还没有 不见赢 他还在亚伯拉罕的腰子里头 不见人赢 所以当然麦基喜得当祭司的等事是超越亚伯的 而耶稣是比照麦基喜得的等事 所以当然耶稣超越亚伯 他是用这样来证明的 因为麦基喜得也超越亚伯拉罕祝福 那就表示麦基喜得 他位分是比亚伯拉罕高的 那亚伯拉罕也是代表后来的 另一位支派的子孙 来奉献十文之一 因为那个时候虽然还没有出生 已经在亚伯拉罕的腰子里面了 那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 又名撒冷王 因为他这个名字 麦基喜得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仁义 公义的王 仁义王或是公义的王 那他又是在撒冷这个平安城来当王 所以他也是平安的王 那这些都是预表耶稣基督 再来是第三节 他无父无母无主仆 无生之始无命之中 这是对他生事的一个描写 他不是真的没有父亲 他不是真的没有母亲 是因为不可考啊 族仆找不到啊 没有办法去认识他的父亲是谁啊 父母是谁 他什么时候生的日期也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过世的也不知道 这表示说他不是永远活着 他真真实实的是在历史上一个活过又死过的一个人 他是至高神的祭祀 是这样的 然后他这一些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很相似 那就是预表中的模型跟实体的这种关系 模型跟实体之间一定存在着相似的这样的一个关联 那相似就不是等于 有些解经家说啊 这个麦西西的就是耶稣基督是耶稣 那其实这个是矛盾的 因为在旧位圣经没有一个实体 同时他变成是这个模型 然后他要预表日后要出来的他自己 比如说 你说他是实体 你说麦西西的是耶稣 那耶稣都来了 那耶稣都来了 如果是麦西西的就是耶稣 那耶稣都来了 那也不需要在亚伦的后裔也不需要 也不需要耶稣后来降生 所以这个矛盾不能这样说 不能这样解经 没有说实体本身又在预表实体他自己 这个不成为预表 预表一定是模型或是影子 然后对应一个实体 如果实体都出来了 就不需要在另外一个实体出来 而且我们知道说这个预表 模型一定是比实体更低 比如说麦西西的他有生有死 耶稣基督无生无死 所以他超越的 那大卫预表耶稣基督 不是他一生全部都预表耶稣基督 是当往这个事情预表耶稣基督 那实体一定比模型 比较起来的时候他有一个提升 更高啊更高层级有提升的一种现象出来 比如说大卫他当地上的王 耶稣是天上的王 你看有没有提升起来 大卫他当王 大卫他当王四十年又六个月 有这个时间限制 耶稣是永远当王 你看有没有提升起来 提升啊 所以我们就照这个地方所说的 我们与神的儿子相似 相似 相似去理解就好 相似就是很像 人很像猴子 但不是猴子 猴子很像人 但不是人 你不能够说很像就是等于 人很像猴子 所以人是人 不是啊 幸好我们很像猴子 如果我们 不好意思 这段没关系 大家应该都听懂 那是为了 耶稣记得说 那是为了 耶稣记得说 那是为了 如果有人说 你很像猴子的 你要感谢主 哎呀 我感谢主 我很像猴子 如果他跟我说 我很像人 那我就糟糕了 很像人不是人啊 所以你不能说 猴子是 人 所以 人是像猴子 好 把猴子都搬出来 是为了让我们知道 这个地方 麦基基的 你不能理解说 是耶稣基督 他是耶稣基督的预表 一个影子 一个梦想 好 那我们再看第四节 你们想一想 希伯来书的作者 很喜欢叫这些读者 想一想 尤其是关注到深奥的道理 所以在希伯来书三章一节 他也这样提醒 你们应当思想 我们所认为 使者 为大祭司的耶稣 你看看 要想一想 所以这个 麦基基等是来当祭司 这是他强调说 我们要想的 要理解的 好 翻过来 第四节 先祖亚伯来 将自己所录来上等的物 取十分之一 给麦基基的 这人是何等尊贵 所以说 他预表耶稣基督 所以当然耶稣基督 是比亚伯来 比亚伯来 比亚伯来 都更尊贵 第五节 那得祭司职任的 立位子孙 包含亚伦 他们就按照律法 领命照律 按照律法 向百姓取十分之一 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 虽是从亚伯拉罕 身中所生的 还是照律 取十分之一 就是说 立位子派 他的职分 就是向所有的人 来取十分之一 所以当然 这个祭司 他有这个职权 他有这个工作 他虽然是从 亚伯来罕生的 他还是要照这个律法 来执行这个工作 但是第六节 麦基喜德跟他们不一样 麦基喜德 他反倒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 另一位职派是后来的 所以他拿不到 他没有办法 对亚伯拉罕来收十分之一 但是麦基喜德 他收了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 所以当然麦基喜德的职分 是超越亚伦的后裔嘛 并且呢 他为亚伯拉罕来祝福 那就表示 他的位分比亚伯拉罕高啊 第七节说的啊 自古以来啊 未分大的给未分小的祝福 这是博不倒的礼啊 所以当然麦基喜德是超越亚伯拉罕 但亚伦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 你还算老几呢 我用这样话来讲 那再来看第八节啊 那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 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 亚伯拉罕的后裔啊 他收十分之一 他有一天收到有一天他就死了 就是人的生命有限嘛 但在那里收十分之一的有为他做见证的说他是活的 那 那这个地方的他呢 是丹树哦 就是我们要理解说他就是耶稣基督永远活着的了 那些亚伯拉罕的后裔会死的啊 但是那个无生之死无命之中的那个麦基喜德 他预表耶稣基督是没有死的是活的 who prefigures Christ as he lives 第九节 便可可以说那受十分之一的立位也是借亚伯拉罕纳的十分之一 我们先讲 为什么说这个亚伦的后裔他收百姓的十分之一 但是他同时是已经透过亚伯拉罕纳十分之一给麦基喜德 第十节讲原因 理由 因为麦基喜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 立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了 在他的腰子中了 所以亚伯拉罕拿十分之一给麦基喜德 那他的身上已经怀有以后的子孙要生出来 那就表示麦基喜德他收了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 其实也象征着收了亚伯拉罕后裔所有的奉献十分之一 所以麦基喜德比亚伯的后裔更超越 耶稣是比照麦基喜德的的 所以耶稣也超越这些立位人 十一节 从前百姓在立位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 倘若借着职任能得完全 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 照麦基喜德的等次 不照亚伯的等次 这个问题讲得好啊 也就是说 另一位人按照律法的条例来当祭司 如果他的功能完全都能够达到 这个赎罪的功能一次都完全了 那就不需要再另外兴起一个大祭司 比照麦基喜德的来当祭司 如果耶稣的奉献十分之一 为什么会有另一位奉献十分之一 因他们就是要来预表赎罪的功能 因为他们就是要来预表赎罪的功能 他们自己本身不是完全的 他们的工作也是不断的要借着每一次的献祭才能完成 所以照着律法来当祭司 那个功能工作呢 并未完全 它只是一个预表 好像模型 它不能等于尸体 所以那个完全的要出来 那就是耶稣基督 那这个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 律法也必须更改 前面他提到的按着律法去当祭司的 他既不完全 那必须要有一个更完全的 那他原来所本的所依的所依的所依据的律法当然也要改变了 And so if we are seeing that the priesthood are being preached who according to the law are not perfect then the priesthood is being changed of necessity when there is a change of law 也就是说那个律法一定要废止不能再使用 And so these laws shall be abolished and never been used again 我们看13期就知道了 因为这话所指的人 就是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他就是属于别支派 他不是立位支派的 然后那支派就是那个犹大支派 从来没有一个人伺候祭坛 在犹大支派里面 没有一个祭司从犹大支派出来 And we know that Jesus Christ came from the tribe of Judah And then there is no priest came from the tribe of Judah 也就是说要有一个完全的祭司要来 那个所指的人就是耶稣嘛 这话所指的人旁边你给他写耶稣嘛 以后读就知道了 So this perfect priest refers to Jesus himself 他本属别的支派 He belongs to another tribe 就说他是属犹大支派的 你就给他写犹大 And then so which refers to Judah 然后犹大支派从来没有一个人成为祭司的 And from Judah there is no man who has officiated at the altar 所以十四节他就讲了 And then from Judah there is no man who has officiated at the altar And in verse 14 says 我們的主分明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 And so it is evident that our Lord arose from Judah 但是这个犹大支派在摩西的律法里面 并没有提到祭司 就是说没有命令他们来当祭司 那这个底下十五节 我们要思考一下 就明白他的意思是什么 好了 我们读 倘若照麦基喜德的样式 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 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了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既然可以从立位之派以外的人 来成为大祭司 那么在立位之派以外 又从犹大之派来选立 耶稣基督成为大祭司 那这个道理就是 你会明白是很通的 是合理的 也就是说 今天 律法它有所限制 那等一下大家会继续讲 律法的有限性 那既然 这个律法它到一段的时间 就停止了 耶稣基督 他是从犹大之派出来的 可以从立位之派以外的人 来成为大祭司 他前面是讲别之派 十三节就讲 十四节就讲 犹大了 讲清楚了 可以从立位之派以外的 之派来选立 那当然 从犹大之派来选立 就合理了 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 那我这个话就是更容易来明白 而且是合理的 那我们再看十六节 那主耶稣 既然是比照 麦基喜德的等次来做大祭司 他就不是按照肉体的条例 不是按照律法的条例 那为什么讲这是肉身 肉体的条例呢 这是在人的肉体上的遗传 去看的 就是众习的 都是立位之派的 这是以他肉体的血统来看的 所以他只是一个在肉体上的条例 那这个肉体是会死的 这个人肉体死的 那换另外一个肉体血 肉体会死的 一代传一代了 可是主耶稣呢 他不是这样 他照着无穷的生命的大脑 也就是说 有一个无穷的力量 不会朽坏的 复活的 神的能力怎么显明呢 就是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这件事情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大能 所以圣经才多次的提到 耶稣基督复活 他成为一个永远的大祭司 他是从死里复活的这个能力 不是会死的肉体的条例 那17节 再一次的提到 我们一直在讲的诗篇110篇很重要的 前面都已经引了很多次了 17节所引号起来的这句话 就是大卫的见证 你是照着麦基喜德的等式永远为祭司 就是预言耶稣基督 那这个很有趣哦 你看用大卫来做一个基准点 这个时间点 在大卫之前的四五百年 这是摩西亚伦 他开始当大祭司 这个亚伦 大概四百多年的时间 然后到了大卫 大卫一千年以后是耶稣基督 那四五百年以后 这些都是按着肉体的条例来做 那虽然耶稣基督 他肉身降生是在 大卫之后的一千年 可是耶稣基督要成为救主 是在创立世界以前神的计划 用人间的历史 好像大卫在后 大卫在后 而且耶稣还在大卫之后的一千年 这是人间的算法 这是创立世界以前 神先计划预备救恩 就计划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救恩 那就可以解释说 这是无穷生命的大能 也有大卫来做见证 那十八节 先前的条例 就是说 按照律法来做的 软弱无益 所以废掉了 但是这个跟马太福音里头 主耶稣说的 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 那废掉这两个字 在原文是不同的意思 又不同字 所以主耶稣不是真的要废掉律法 这个地方也不是说律法就废掉了 而是十九节底下有谈到的 要引进更美的词号 那就是说 引出耶稣基督 他在新约为我们成全救赎 所以那个废掉是停止不用 它是引进更完全的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进到神面前 那再来 二十节 耶稣基督做祭司 不是不起事力的 是说耶稣基督 他当大祭司 是起事力的 神起事力的 表示他的权威性不改变 那神起事不是说 他不能取信于人 所以需要起事 而是为了人的缘故 使人能够真正的相信 那亚伦的后裔当祭司 他不是起事力的 只是一个律法 来命令他们 but for the descendant of Aaron they made the oath because the commandment says so 好 那就底下说了 因为神已经起了事 不后悔 他说你是永远为祭司的 and so that's why it says the Lord has won and will not relent you are pleased forever 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Melchizedek 所以一直在讲 主耶稣 他当大祭司 是跟亚伦不同的 and so here it keeps saying that Jesus Christ is different as being the high priest 我们把它读完 and let's continue to read verse 22 那所以主耶稣就做 更美之约的宗宝 这个更美之约就是 新约的宗宝 and so that's why Jesus has become a shorty of a better covenant 因为旧约软弱无益 because the old testament is weak 旧约是让人执罪 it's only made people realize how much sin they have 要人知道说 要流血才赎罪 and only by shedding blood they can redeem their sin 就要把律法 把人圈在罪里面 and in the old testament it has locked people within the sin because of the commandment 人面对律法 软弱 有所不能行 and then human beings try to act according to the law yet they are unable to do so 它只是一个影子 and they are merely a foreshadow 它是一个模型 it's only a model 那就要等待 要引进 就是让我们看影子 来认识那个实体的出现 so by looking at the shadows now we can figure out what's the real thing that comes after 所以实际上不是废掉 so it's not to abolish the old law 是引进到行约更完全的 议议 but to make the law perfect into this better law 23节 verse 23 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 是因为有死的阻隔 不能长久 亚伦的后遇就是这样 and this refers to the descendant of Aaron 那24节 24 这位耶稣基督呢 but for Jesus Christ 永远长存 he continues forever soy他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 and therefore he has an unchangeable priesthood 那就一直到底 until the end 所以缓进到他面前的人 so therefore those who came to him 他就能拯救到底 he can save until the end 他不算只有成全救赎在十字架 and not only for he able to fulfill the salvation on the cross 那现在呢 这些活着的人还在地上 那他在天上为他们祈求 and then for those people who lives on earth he continue to intercede for them in heaven 直到天国实现 until the kingdom of God has come 那我们就到天国去 and then we will go to heaven 就表示拯救我们到底 which means that he saved us until the end 那这个就是取代了律法 他软弱无益的这个功能 and this which means that this has replaced the old weak old testament's law 再看26节 and verse 26 26节做一个 好像是一个结论 那这位大祭司是圣洁的 就是没有罪 那无邪恶 就是纯真 没有虚假 那无垫污 没有亏缺 不像旧约有所不行 so it's not like in the old testament 绝书成为一个忌肉 是没有挟持的 and so Jesus becomes the blameless sacrifice 真的能够成全旧恩的 and someone who can truly fulfill the salvation 远离罪人 and so he can help to depart away from the sins 这个远离的意思就是分别 分开的意思 to separate the sin 就是他会把罪人 毅人分别 分开来 so he can separate the sinners from the people 其实就是审判的意思 which means judgment 再来高过诸天 and then he surpasses the heavens 他因为复活升到高天 所以制服万有万有都在他的群柄底下的意思 so which means that he has resurrected and went up to heaven 源是与我们合宜的 and so he is made perfect for us 就是从二十六日子一直开始的讲了 描述了这个大祭司 他的特性是这样 这个就是合格的 他就是真的有这个资格来成为一个大祭司的 so from verse 26 onward who talk about Jesus who can truly be the high priest for us 合乎神的要求 也合乎那个功能的要求 because he has he is made according to the will of God 那从法面来讲 and so if we look from another perspective 他不像那些肉体条律当大祭司的 he is not like the human beings who are made as the priest 因为那些他必须要先为自己的罪 然后为百姓的罪献祭 because even those high priests needed to offer our sacrifices for themselves first before they can intercede for the people 那现在他只要一次将自己献上 成全的律法 而且是永远的功效 and so Jesus Christ has only need to offer our himself once to accomplish the commandment the laws 那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and so the explanation ends here 以后我们翻开第七章 看的时候就不会觉得陌生了 so when we read chapter 7 again we'll be more familiar with it 我们再来唱诗 389首 and let's sing hymn he'll be more familiar with it INE 入口 he'll be more familiar with it